她就是杨颖,又就是上街最为傻的英文明贝比直接指明道姓,应该没有人有意见吧,别看她被网友们吐槽演技,但是人家呢,自信简直就是骨子里天生的,她自己认为自己的一路走过来不算完全的顺利。 她觉得如果顺利的话,应该把奖项拿个大满贯,真的好想对她说,傲慢,是其中最之首呀,她如果还不算顺利的话,那照例例简直就是坎坷到不行了,可以说baby的星途很顺利好吧。 在很久之前,baby和刘德华在拍剑当位剑,里面一段对手戏,刘德华都已经进入角色在哭了,baby还是哭不出来。 无奈之下,刘德华给她上了眼药水,你们baby多有天赋,长得好看,然后哭不出来,刘德华都亲自伺候她上眼药水。 想一想刘德华的老婆都不一定有这待遇啊,这也是天赋。 而在拍《孤宝不自赏》的时候,baby说,专门请了老师学习演技,然而还是好开心哭不出来,你们看有时候不是努力就行了的。 她在这部戏不仅抠图,演技爆炸的她让观众见识了多种情绪下的瞪眼,生气时瞪眼,难过时瞪眼,心碎瞪眼,各种感慨各种瞪,真的是演一步混一步,她真的比较适合做黄太太。 可是为什么她还那么多戏,现在都是追求流量,那些导演都看看演技的吗? 之前有消息,透露,baby要出演三中路,被网友去骂,她的演技有多张,就是跑腿的一个眼神都可以秒杀的演技。 你们看,这像是孩子没了的表情吗? 哎,眼泪流不出来,我们能说什么? 再然后,我最爱的人死了,我已经伤心,到面谈了我能怎么办。